少女時代的校淵 大家你們呼的好嗎 請來少女時代成員校淵 圖恩一萬Dara 女團A Pink和男團B1A4 超強二代團演出卡斯 寒流拼盤演唱會 預計在週末登場 不過主辦單位卻在開演前四天 臨時宣布場地異動 整個那個交通那些大亂 就是其實還蠻不合理的 就如果說行程加路線的那些問題 可能會退票 畢竟空間變小了 可能整個體驗的舒適度 就沒那麼好 拼盤演唱會分為七月二十 和七月二十一號兩天 二十一號是嘻哈場 邀請多位大咖饒舌歌手演出 原本預計在林口體育館舉行 但主辦單位在十七號晚間 卻突然道歉表示 因為不可抗力因素 更換場地到電視臺攝影棚 不過因為公告臨時 加上場地從萬人更改為百人場館 變化太大也引發歌迷不滿 我覺得蠻誇張的 因為這樣人數 起碼會少十倍以上吧 歌迷就在以前一開始很期待 然後突然落空 我覺得蠻失望的吧 我覺得蠻糟糕的 因為感覺是主辦方的問題 可是你在處理方式不好 演唱會最貴票價五千兩百元 不少粉絲氣到留言 第一次去攝影棚花五千塊 還以為是在人氣歌謠 預錄現場 不少歌迷連車票和飯店 都已經訂好 網路上一片哀嚎 那業者片面的變更活動的場地 也屬於不可歸 作於消費者的室友 消費者可以請求全額退廢 不少粉絲怒轟主辦單位改場地不降價 更改臨時道歉又毫無誠意 雖然主辦方馬上提出全額退費方案 不過恐怕也難以平息歌迷怒火 未來還會不會有其他補償方案 記者實際致電主辦單位尚未獲得回覆 三星的學長王沛華台報導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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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